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种者旅游通道入境本地的机票直到明年1月20号 这之后旅游通道航班座位的票数也会减半 入境旅客数量受到限制的同时 国人对国内旅游的兴趣似乎也不大 根据新加坡旅游局截至这个月初 仍有超过一半的国人还未使用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 本地旅游业的前景究竟会如何呢 马上来欢迎在线上的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蔡永鑫 她是旅游咨询顾问 以及魏杰博士来自新岳社科大学高级讲师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蔡先生我们知道其实早前 我国收紧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之前 我们就已经听到有些关于奥密克戎 可能会冲击国际旅游业复苏的报道 那么本地业者是否已经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它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它就是一直在变种 然后它的这个社会成本跟这个政治成本 代价是非常的高 因此所有的有关单局政府部门 都是在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开索 放松这方面都是步步为营战战兢兢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现在新加坡所采取的 跟其他很多国家都是所谓的就是以病毒共存 那这个病毒共存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变种的病毒又再来的话 那这个就会有收紧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是希望说 这个政府方面不要有这种悲公舍应的 这种的一种情形的放生 我也希望说这一次这个旅游复苏 不会被蒙上阴影 我更希望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能够逐渐的接受 这是一种常态的话 那希望是在2022年 将会有一点点所谓的曙光的到来 那么想问一下魏博士 也目前的局势看来 您觉得这一次本地旅游业复苏 会不会又再次像刚才蔡先生所说的一样 被蒙上一个阴影呢 我是要从我个人的体验出发了 12月这个圣诞假期其实是旅游黄金季节 恰好上个礼拜 我刚刚去盛逃下一间度假酒店 staycation 据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我觉得入住率很高 而且多半是本地的家庭 应该说圣诞季本地旅游业的复苏是相当强劲 至少是超越了我的预估 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说 消费者旅游需求已经复苏 即使受到这种Omicron流行的短暂影响 但是长期来讲 各国开放的这种总体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是的 疫情爆发这两年 我们看到本地的游客多 可是外国的游客是大减的 所以为了支持本地的旅游业者 当时就推出重新探索新加坡的消费券 而且也几次延长的使用期限 不过根据旅游局的数据 截至本月初 仍然只有大约140万国人使用了消费券 我们来看看一段街头访问 了解国人的想法 我们已经用了去到布朗游宾堡 我也不懂我要用去哪里 没有想去的地方 新加坡哪里都去过了 它一百块是吗 不过你如果消费是两百块的话 你不是要给现金一百块 多付钱吗 几个月前带我家里去 家伦去那个生蚝沙 我怕 所以我不敢用 不要去比较好 我们打不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 没有空 仍然也超过一半的国人 还没有使用这个旅游消费券 想问一下魏博士 对此你会感到意外吗 不意外 因为我也是刚刚使用了这个消费券 因为是这样的 我想它使用率比较低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了 一个就是刚才提到 疫情它是会反反复复 它的那个防疫措施 它会有调整和变化 部分民众就像刚才影片里面讲 它会有不安全感 尤其是这种老人或者是小孩 可能还是要减少聚集 有这种思想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种旅游券的底用 它全程其实是电子化的 可能有一部分民众会觉得比较麻烦了 尤其上年级的乐龄人士 虽然社区中心都会有专门的人员 去帮忙他们 但是可能还是 这个过程还是有一点费努力 尤其有些景点的预定 它可能有不同的配套 时间安排 可能理解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像我们这种 比较忙碌的这种专业人士 一开始可能也是听说 100元非常好 很想去玩 但是后来真的忙起来就忘记了 直到前两天才听说 哎呀要过期了 才匆匆忙忙去把它用掉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还有9天可以用掉这100块的SRV 留消费券 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 蔡先生您认为原因又是什么 因为100元的这个留消费券 其实蛮可观的 人们不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三点 最主要就是说 没有什么激情可以使用 因为你说年轻人的话还好 年轻人所以我相信 如果说这个统计数据 更加就是就是就严密的 那个那个细节的话 可能就是年轻人用的比较多 因为年轻人在家里的话 就是可能很多 大部分都在政府组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到staycation 这方面还是有一点的激情 老年人去过的地方都该去过了 所以你刚才看那个视频访问 他们都说了 有什么好玩啊 对不对 那老人家除非说是有家人带他去 否则的话他们也不去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之中 当然申请过的人就会不觉得难 没有申请过的人觉得好难 好繁琐 因为毕竟还是有个流程吧 就像说你没打过针的人 觉得好痛 打过针就觉得不会痛吧 其实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旅游景点 这方面的话 新加坡国人出国的机会多见识广 所以如果说现在逼他们在国内 就是用这个旅游券来使用 就是享受国内的 这个本身的旅游景点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觉得说 就是说有点被动吧 所以我觉得就只有这三个原因吧 那您觉得 这个要吸引更多的人 来使用这个旅游消费券的话 本地的旅游业者 还有提升还有改善的哪些空间呢 是否应该推出更多 带有一些比较新奇体验的配套呢 蔡先生 我是觉得说其实这次旅游局是用心良苦了 就推出这个三亿新元的这个旅游配套 但是有点可惜就是说 很多旅游业者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来个救急吧 所以就是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契机 就是说能够借用这一次的这个旅游 这个配套呢 能够让整个旅游业一种提升 用新加坡人作为一种试点 就是说我们有些新的产品 新的体验 那新加坡人 因为我们旅游业都是讲究是本地旅游体验嘛 对不对 本地人不接受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让外国人来体验新加坡的一些 道地的生活呢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可能是有点失误 但是有点可惜 不过话语说回来 就是说可以体屑 就是说旅游业在这段时间就要度过严冬嘛 那我觉得说 至于说有哪一些这种机会的话 我是希望说能够 就是多开发一点 就是我们讲说这种体验精神的 这种体验旅游这方面的 新加坡毕竟是属于人文比较浓厚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这种融合和谐这方面 我觉得在很多其他地方国家 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的 旅游业还是需要很多的创新 而且利用本地自己独有的文化 像最近一项调查就显示 国人下次出国的时候 他们是更愿意尝试不一样的体验的 而且旅游方面的费用 他们是比较不在乎 相信疫情也改变了很多国外 很多人旅游的习惯也好 需求也好 请问魏博士 您认为本地旅游业者 未来要怎么样去吸引外国的游客回流 那么我国的旅游景点的设施 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 其实新加坡旅游局 还是有非常清晰的规划的 新加坡旅游局将造访本地的外国的游客 其实归纳为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是这种迁徙的年轻一代 第二类是带小孩的家庭 第三类是活跃的营发组 然后第四类是这种商务旅行者 其实对于不同的这种游客群体 要有这种个性化的这种营销内容的定制 比方说年轻人呢 他就会比较喜欢新奇有趣的体验 可能就是会突出我们这种东西方融合的文化特色 这种饮食文化多元性 可能带小孩家庭就比较注重这种安全性和教育性 希望景点的设计会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小朋友 所以每个景点他都需要把握好这种数字化时代的优势 要分析自己的客户群体 了解他们的需求 提供这种精准的服务 所以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 说适合每一个景点 所以每一个景点都要根据自己的这种市场细分 来做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和设计 并灵活的调整 但当然疫情期间 每个景点都要注意做好这种防疫啊 这种清洁措施 避免并不是传播 另外就是疫情期间景点的这种接待能力 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要做好这种预定和规划 在最后就是说 要做好线上和线下这种旅行体验的这种融合 最后提升这种客户的满意度 是的 也希望旅游业者可以好好善用 我国的各个方面的优势 也希望奥密扣荣不要影响我们的这个复苏计划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两位 好 现在的节目呢 我们请来了资深客家新闻播报员梁田 跟我们分享播报的酸甜苦辣 我觉得报新闻比我拍戏还难得多 播报课语新闻长达四十多年 为什么对艺人良情来说 还是充满挑战和困难呢 锁定稍后的方言主播 唯一的节目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